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曹,这里是科技考古 这款诺基亚的无线充电版DT903 之前有跟大家拍视频介绍过 它的底部有一圈灯带 然后和手机能够有一些交互 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玩的一个配件 最近又讨了一个它的兄弟,就是这一款 它的型号是DT901 它比较好玩的一点是跟Fightboy的一个联名产品 Fightboy之前出的像靠枕呀 懒人沙发呀这些比较有名 都是给人休息的一些家居吧 那它跟诺基亚合作就出了一个 给手机休息的一个这种充电枕 然后这个当时应该是跟路密亚920 一起同期发布的一个配件 到现在也有11年的一个历史了 那我们先进行一个开箱吧 它表面是尼龙材质 然后这两边有一些填充物 有点类似于这种枕头的感觉 这个无线充电板呢 就是诺基亚的DT900 它的使用方式就是把这个充电板 塞到这个小枕头里头 好 我们通上电视一下 这样一个充电枕的形态 我觉得还是比较设计导向的 因为它本体还是这个DT900的充电板 它的功率5瓦 也不是什么性能参数很强的东西 但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设计的 就总觉得有一种冷幽默的感觉 一个给手机休息的一个枕头 就这个概念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实际的用处吧 就是这个充电枕 因为它本身两边有缓冲物 再加上有一定的凹陷 所以手机放上去的时候 你可能随便这样一放 能够起到一定的定位作用 再我觉得也没有太多实际的用途了 还是挺怀念当时这种 就是有点没那么实用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巧思的产品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大家要是对这款充电板 也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一下我之前的这一支视频 好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